而在高雄这边呢 有一个阿伯偷机车 是牵着机车闲晃 年轻骑士以为他车子坏掉了 把他推到了派出所 没想到因此让阿伯被逮 来连线 好主播画面中 这名男子呢 在骑楼底下把车子给牵走 他可不是车主 而是一名偷车贼 他在骑楼呢 发现这辆机车的龙头没有锁 于是呢就把机车给偷走了 不过呢这个车子发不动 他就一路牵牵牵 牵到一半呢 是遇到了一个好心的年轻人 发现说这好像是机车牵不动 好心要帮忙哦 于是呢这名偷车贼就坐在机车上 而这名年轻人呢 是在后面骑着机车帮忙推车 不料呢最后把这个车子 给拖到了警察局 请警察大人帮忙 也让这个小偷呢 是当场被逮了 我们来听听看警方的说法 因为他是偷了摩托车嘛 偷了摩托车 然后就要 就是说本来要离开嘛 他本来是不要牵牵 然后他就给他推推推 竟然给他推到警察局这样子 因为要帮忙 没事帮到这边来 对对对对 没事也不帮好 就帮他推推到警察局那边了 这次 这种也蛮好笑的 他坐笔录的时候 就大骂这个年轻人 太鸡婆了 其要是表示 这名小偷在坐笔录的时候呢 还抱怨说 年轻人不是说好要帮我推车 怎么把车子给推到了警察局呢 因为警方说这个施主呢 才在白晚的时候 来报案说自己的车子被偷了 没有想到呢 在晚上九点多的时候呢 就遇上了小偷 自己呢把脏物给骑到了派出所 也让警方觉得呢 实在是太巧了 以上想情况再把镜头交还给棚内主播 好谢谢贝如